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在圓內部取一個碟 那這點有什麼特性 點到圓星的距離 要小於這個點到圓周距離的1 2分之1 換句話說你先把用一個簡單文字敘述表示一下好不好 他說在圓內部取一個碟 那這點有什麼特性 這點到圓星的距離 對吧 會小於這個碟 到圓周的距離的幾分之幾 2分之1這樣行不行 點到圓星的距離 會小於點到圓周距離多少 的2分之1這樣行不行 換句話說注意聽 好不好老師先問你 可見這個點到圓星 和點到圓周比例要多少 我們在數學上不管大於小於 我們先算等於好不好 可不可以 我們先算等於好不好 想要點到圓星的距離等於 點到圓周距離是1 2分之1 可見這兩段比例是多少 2比1 2比是2比1 還是1比2 這時候可以來看說1比幾 2行不行 要乘上1 2分之1的時候才會跟它一樣嘛 所以說這時候注意聽 好 老師就可以畫一個圓出來 可不可以 OK 這邊有一個圓星行不行 好 那今天找一個點 這個點有什麼特性 這個點到圓星的距離 它這個點到圓周距離要怎樣 1比2 行不行 那老師問你 所以說這個點 要接圓星和圓周之間對不對 所以 告訴我圓星到圓周 畫出來也就是什麼 板鏡對不對 對 換句要說你再看一下 在這段半鏡當中 你要找一個點 這個點到圓星的距離 看這點到圓周距離要1比幾 2 換句要說這個點 圓星到圓周 這段距離分成幾等分 3等分 那其中這個點 要距離圓星幾等分 1等分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說點是在這 那我問你只有這個點嗎 不一定 為什麼 你把圓星到圓周 連起來就是這個半鏡的 對這半鏡而言 我要把它分成三等分 我這個點到圓星要占 1等分 這樣行不行 再來繼續好不好 OK 把圓星到圓周把它連起來就要半鏡 一樣 把它分成3等分 好不好 我的點到圓星要占1等分 這樣行不行 一樣 以死類推 把圓星到圓周連起來 要分成3等分 我的點占1等分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一件事情 把這些點把牆 慢慢慢慢慢慢找到來 找到之後 最近你可以用一個平滑曲線連起來 所以說這個點 這些點剛好組成一個什麼 圓 但是我今天要是什麼 我今天要是什麼 我是要靠這個圓上嗎 不是 我要什麼點到圓星去 要小於嘛 所以說我的要的點 要到圓星去要小於 可見點到圓星去要變小對不對 所以說這些點要往圓星這邊靠 還是往圓座這裡靠 點到圓星去要小於嘛 所以說點到圓星去要更接近嘛 所以說這些點 會分布在這個圓內對不對 會更接近這些點嘛 所以說這些點組成起來 只靠這個小圓 懂嗎 好 洗到這邊之後 老師問你機率總算 全部分支 我要的 今天在這圓上 老師問你 這圓上半徑占幾等分 三等分 所以說在這圓上 它面積是半徑乘半徑乘以拍 在這圓 它面積是幾拍 九拍 我要什麼 我要這一塊小圓 這塊小圓半徑三幾等分 一等分 面積是半徑乘半徑乘以拍 所以約分約掉 九分之一 這樣行不行 請後麻煩把這邊看一下 就這樣